循,循一开始,还是重按滑下来 直化,戴上去,然后开始又轻挑的撇,短的撇 木,木的话它的习惯,左边重,加一点粗细,有点弧度,勾起来 然后靠左边写横画,有时候写成点啊 感觉这边会空很多 乌,那乌的上面这里比较短,主要原因是因为它这里要拉长 所以上面就写短了,因为怕空间不足 因为旁边搭配这个,比较高一点,点,零动的点,点,零动,但是不要把它写虚的 一般都很怕那种小点,写到虚掉 虚掉就可惜了,要实啊 而它习惯中间这两树都非常的短 零,零,那刷木零,这个就全部都是重按的 左边,右边,重按不出风,回来点,再滑上去 一样继续重按,侧的 然后再撇,一样不出风 那右边的点会稍微长一点,然后做一个平衡的感觉 狼,还是保持上面这个方折是很厚实的 然后中间的缝隙是很大的 然后耳朵旁是写的很奇怪的 这次拉的比较短 加,短,拉长,膨胀起来变瘦 起来,弹起来后面变粗 滑过来 拉停 加 不勾 撇,短的 口,重的 每次口都是非常的重,很凝结 C,滑动过来 注意镇隔距离 好,开始 行速的笔法 收紧收紧 向中间收紧 弯折 好 过来以后,从这边过来 所以它变成这样,刹车 带过来 再点 带过来 细细的,可是要钉进去的感觉 2 滑上去 再一次 鼓上去 稍微记得,再拉上去后不要一直斜上去 黏 黏 又来了 10次又9次长得一模一样 其实这黏它好像没写过瘦一点的 每次都写得好重 这么多的 都写得好重 我们现在看了 我们下集完 那边的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就会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